Parents Daily 我說畢業後 我才開始自己很喜歡英文 去鑽研去看 確實是下了一些功夫 我自己覺得任何事這個世界 你想做得好 一定要努力 有人說過一句話 你想做專家 你碰每件事碰一萬小時 其實我也有這個心態 例如我會學別人寫的英文 例如我看書 我看到一些好的句子 我真的拿一本文章抄下來 我抄下完之後 我會嘗試將同樣款式的句子 應用在別的說話上 這樣逼自己應用 我覺得這個過程是很棒的 因為快 剛才我說過學英文要應用 所以我很快逼自己應用 其實我真的有本notebook 到現在都還有 經常會打開來寫 不過其實現在的新世代 我想說是更棒 我現在是機不離手的 我也是電話 我拿些什麼 就直接在那裡按下 可以截圖 等等 我想真的要落苦工下去 自己 第一就是 我要他們不要怕錯 很多人說英文 或者寫英文害怕 就是怕錯 甚至在學校都是刪錯 這件事 當你害怕錯 你就不放膽 第二就是不要害羞 就是要說 說得很噁心都要說 譬如有很多人會挑戰你 你講得不好聽 你的口音不好 你說錯 你再說幾次 你不說 其實不要害羞 不用怕 因為尤其是現在全球化 其實全世界都講英文 不同款式的英文 不同口音的英文 都在這個世界存在 其實要不要害羞 第三就是不要停 為什麼不要停 就是正如剛才所說 考試會停的 考完試我就沒有了 不要停就是 你要製造一些東西 令自己不停 是要自己製造的 譬如可能 考完試了 好了 現在不用溫書了 我就拿一本故事書來追 不要讓自己停下來 寫東西不要停 就是 不用交作文到學校 那我就不用寫 不是的 你其實可以在網上 現在這麼多平台 自己寫blog 自己Facebook 或者很多東西 你都可以用英文來寫 這樣 朋友之間 我試過建議有幾位同學 很棒的 他們朋友之間 做一個group 互相 在用英文說話 有時是有些搞笑的 特意 做些搞笑英文 Come on Don't blow water 大家這樣 但其實OK 有個氣氛 然後 他們就會慢慢 自己會想 怎樣說好些 他們會練 所以我覺得 剛才我那幾個元素 我告訴了給他們 他們都是 學得開心 和容易進步 其實 有一件事 都很重要 我自己覺得 就是自己個人的心態 就是 那個心態 其實越早種下 這個種子就越好 所以其實如果 父母現在聽到這番話 我自己覺得 父母從小去做 很重要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有很多事情做得好 較為好 其實我是有一種 幾崇優的心態 經常都想做得好的心態 經常都想進步的心態 經常都想進步的心態 幾強烈 就是 這種心態 衍生出來之後 你會很多事情都很暢順 但是 身邊的人可能會怕你 就是 幫你崇優 很多事情 我真的挺麻煩的 就是我去餐廳 擦得乾乾淨淨 有些潔癖 擺東西擺漂亮一點 和我做同事 都很慘 就是有些東西 擺不正 擺好一點 椅子沒有人坐都要正 就是 我是這樣的 會衍生這種性格出來 但是我就覺得 這種性格是有幫助的 就是對自己 各樣都不要求求其其 還有 會 經常都設定目標高一點 所以 如果這個問題是 問說 英文好 可以怎樣好一點 其實我可以說 我不是說 只是 英文才可以好 我其實這個性格 如果你給我一些時間 我夠膽說 我可以做什麼都做得好 就是 舉個例子 如果我現在這一刻 決定 我要轉行 我要做大廚 你給我三個月時間 我想我都可以做到大廚 就是我的心態會很強 就是我一想做 我就 日以繼夜 我用盡所有方法去找渠道 去想方法 就是 我覺得一有這種心態 你各樣東西都能夠進步 做得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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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